日本除了东京大阪京都北海道 这些国人爱去的地点之外 现在就连远在百公里外的冲绳群岛 也出现了感染的病例 在14号宣告失守的冲绳出现新冠肺炎确诊首例 染病的是一位在过钻石公主号乘客的继承车司机 这也让当地的问奖人神自为 也让游客相当的忧心 蓝天白云沙滩 冲绳一向是台湾游客最爱旅游地之一 不过因为钻石公主号 邮轮停靠冲绳群岛出现了新冠肺炎首例 而且是因为搭载邮轮靠港乘客 不幸感染的女继承车司机 冲绳自2018年起 每年旅游人数都超过1000万人 除了本国游客是主力之外 外国游客人数最多的就是台湾 加上冲绳是全日本最多邮轮寄港地方 这次涉及新冠肺炎防疫问题的邮轮 包括保评星号 世界梦号 及防疫最严重的钻石公主号 都曾停靠冲绳 至于危机在14号落幕的威势特担号 也曾想停靠冲绳 不过遭到拒绝 但港口依然已成为日本防疫的最大漏洞 钻石公主号在2月1号停靠冲绳 时间长达9小时 穿上2000多名乘客下船观光 导致小黄司机感染 同步引发了全日本计程车司机 如临大地 日本计程车业者除了提供司机口罩之外 也在车内提供乘客消毒液 司机也坦诚 车内空间狭小 长时间面对客人的风险 确实令人忧心 在必须工作的压力下 只能尽力做好防护 以求安心 记者综合报道